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阵抽搐后 下一秒 大叔竟奇迹般恢复了活力 他拿出了身上所有的家当作为餐费 心满意足地离开 可奇怪的是 老板只收取了200元 就冷漠地将剩下的财物扔进了垃圾桶里 真是很有个性有没有 不过这个老板可不一般 他的厨业相当神奇 不仅菜品美味 还有这意想不到的功效 真是迷一样的存在 不久后 餐厅来了一对小情侣 阿伟和小玉 阿伟前脚刚进门 便嚷嚷着要菜单 老板冷漠地说 店里没有菜单 吃什么 全看自己心情 阿伟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老板 气愤的他刚准备离开餐厅 可老板轻飘飘地几句话 让他停下了脚步 原来 老板竟准确地说出了困扰阿伟多年的宿急 比如肠胃不好 不仅经常失眠 还有着严重的肩周炎 这简直比小玉了解的还要多 面对惊讶的阿伟 老板表示 身为厨师 理当要了解顾客的一切身体状况 这样才能做出健康的美食 随后 他接着说 小玉是个好女孩 真是哪儿哪儿都好 就是这化妆品使用过度 这一点逗到 完全没了美感 这番话彻底俘虏了人 两人当即坐下准备好好吃饭 等菜的过程中 阿伟喝了一口出张的水 突然哭了起来 嚷嚷着 太好喝了 哪知下一秒 阿伟立马哭不出来了 他惊恐地喊着 自己瞎了 看不见了 这喝杯水喝成瞎子 也真是没谁了 小玉连忙跑进厨房 老板听后 却一脸淡定地说不用紧张 随后就把他赶了出去 果然 等他出来后 阿伟果真没事了 他反而感觉神清气爽 很快 老板端上了第一道菜 看着平凡无奇 老板却说非常美味 阿伟不以为然地尝了一口 立马狼吞胡言地吃了个底朝天 可没一会儿 他便浑身抽搐起来 小玉看后吓坏了 但不一会儿 阿伟却一脸享受地站了起来 这次他的肩周炎也好了 老板随后端上了一碗粥让小玉喝下 谁知 刚喝完 小玉的脸上竟长满了诡异的黑斑 而且怎么擦也擦不掉 气急败坏的阿伟连忙找到老板算账 刚准备动手 小玉美滋滋地走了出来 原来一番折腾后 他脸上的黑斑已经消失 皮肤也变得光洁亮丽 简直美得不像画 体验过菜片神奇魔力的阿伟 这下连老板洗手的水都不放过 分分钟下肚 没过多久 老板就上了最后一道菜 意外水煮肉片 从来不吃辣的阿伟 今天竟胃口大开 这都拉出血了 完全停不下来 可转瞬间 阿伟的鼻血又突然消失 并且开始犯困 原来 这次困扰他的失眠正经好了 饭后 两人问老板 为什么他的菜这么好吃 老板拿出一瓶药水说 这些菜之所以这么美味 就是这瓶药水的缘故 他告诉阿伟 之前有人想花一亿买下它 但被他拒绝了 因为他想将这个配方 传给自己的徒弟 他打算受阿伟为徒 但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清除他所有的记忆 穷怕的阿伟 做梦都想变成有钱人 他不小玉的阻拦 毅然决然的选择留下 他吃下了那碗 清除记忆的面 成为了下一任店长 但他永远失去了 对小玉所有的记忆 影片完 看完这部影片 不由得让人深思 为了金钱 人却能如此丑陋善变 那么 如果是你 面对金钱和爱情时 你会如何去抉择呢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魔厨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不仅菜品美味 还有着 还有着 这简直比小玉更 比小玉了解的看 等菜的过程中 阿伟喝了一口 阿伟喝了一 简直美得不像话 体验过 体验过菜品们 面对金钱和爱情时 你会 你会如何自我